2017年10月30号百哥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新州日报的评论 题目是30年后回看茅草行动 1987年10月27号 马哈迪领导的政府祭出茅草行动 以内安法令逮捕了106人 隔天三家报章的出版准证被吊销 新州日报星期天拿铁专栏作者郑丁贤写道 从巫统党争到华教抗争 最终是茅草行动 当然不是巧合 如同一次巧妙的设计 无缝接轨 马哈迪的确是世界级的大权谋家 只是106被扣留者 数千报馆职员 以及他们的家庭 还有无数对大马民主有期望的人民 成为权谋的牺牲品 华教则是巫统党争的斗争工具 30年后 行动党纪念茅草行动30周年 林吉祥发表文告 将矛头对准纳吉 像是按下回转按钮 千篇一律的再攻击一次 但是选择性的忘了 茅草行动的主角 马哈迪 作者认为 政治上的利益结合 可以让一些人化敌为友 甚至共普练取 为的是谋求更多的权利 但是人民心中 还是有一盏道德之灯 当这盏灯亮起时 换回人们的记忆 也拒绝被愚弄下去 接下来同样是来自新洲日报的评论 题目是 好好预算未来 被誉为预算案之母的2018年财政预算案终于出炉 新洲日报随私遥响 专栏作者张昭敏认为 既然打着全面与具有包容性 自然是所有群体都可以在预算案中 或多或少受惠 作者说 既然这是一份大选预算案 那政府派出特定糖果 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而这些糖果 是否真的能满足各阶层人士需要 或受到大家的认同与接受 还有待时间来证明 大选当然就是其中一个最佳的测量器 预算案固然致力于做到让人人满足 但还是不能忽略更宏观的经济发展角度 只有国家经济稳定发展 才是确保所有人 长期享有生活保障的最重要指标 我们不知道2018年预算案会带领国家朝怎样的局面走去 但普罗大众至少要研究和了解 预算案中涉及到自己的部分 善用属于自己的优惠与福利 才能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与应对方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